2 1 请锁票 谢谢 谢谢导演 辛苦了 陆川导演 三天时间拍摄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感谢您 我们也想问一下赵薇导演 在看这部影片时候 三位演员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通过这个片段 看到了他们几个人的潜力 我觉得陆川导演这个片子还是 挺能帮到这三位 就是说是演员的 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就是 有电影感 他们的表演有电影感 然后都比较的舒服 其实他们开 包括开场设计让曹俊去演话剧 都挺适合他的 然后呢就是 还是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他们身上有很好的一个潜质 但后来陆川导演 就是把那个结尾加了几个人的感情走向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在舞台上 那个握手就结束了 我感觉 其实演员嘛 有时候在戏里 他是真的 但是 在戏外 对人戏不分吧 就有点又像那凯歌导演以前的片子 那种东西 我挺喜欢那个味道这样的 我就觉得那一刻 我觉得停在那一刻还挺好这样的 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三个演员都在里面很有味道 嗯 嗯 谢谢 谢谢赵伟导演 未知未觉也未尝不是一种美 接下来我们邀请大鹏导演 哦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段内容 我觉得 我特别想给他们三个多投票 当然票已经投完了 楚然特别特别美 孙谦特别特别的在状态 你怎么一眼喝酒的戏你就那么厉害啊 还有曹俊这一次比往常每一次的表演他都松弛 嗯 非常感谢陆川导演 因为这三位演员之前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留下遗憾的 你是帮着他们 然后给他们赋予了最合适的角色 然后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演员请就位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都是好样的 只要他们遇到自己合适的角色 他们都能发挥出超级厉害的演技 所以我感谢陆川导演 谢谢谢谢 也希望他们三个待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谢谢你们 恭喜你们有这样的角色 恭喜你们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大鹏导演 这一季对我们演员们的帮助作为发起人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鹏导演 辛苦了 而东升导演 您看完觉得 这剧本好 导演也拍得好 我看陆川 将来就拍短片这些心得要教我一下 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但待会你拍三天 终于试过港片那种抢拍的方式了 是吧 这个我们演员有没有发觉 她这个是我们舞台姐妹的前身呢 前传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马苏跟黄毅 原来以前是争一个男朋友的 跟我们那个戏蛮像的 三位演员的确 是在他们之间戏里面 是表现的最好的这次 就是大幅度的进步的 王楚然也不是光是美丽了 我当时说她是花瓶啊 她完全里面的韵味她就出来了 孙谦还是一贯的 孙谦是有天分的 你真的要好好努力 真是 曹俊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这部戏里面 我不知道你跟导演去拍的时候怎么沟通 你的信心完全回来了啊 你一定要保持这个状态啊 好不好 三位演员厉害 恭喜你们 谢谢 因为陆川导演是特别有爱的导演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陆川导演 和我们的黑马剧组的三位成员 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面对你们 刚刚三百位现场的影评团的最终投票情况 欢迎陆川导演以及三位黑马演员 孙谦 王楚然 曹俊 我必须再次地强调一下 我们黑马剧本的演员能够晋级的条件 首先她的票数 必须是三位演员当中的最高票数 其次我们现场有三百位大众观影团 她的票数必须大于等于二百四十票 也就是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得票率 麻烦我们的李小姐拿到我们的信封 我们的第一封信封当中打开来 将得知三位演员当中得票最高的那一位 是谁 有请陆川导演 她就是 她就是 这三位演员中间得票最高的是王楚然 最后王楚然 恭喜王楚然 在三位演员当中获得了最高的票数 王楚然是否能够获得第五个角逐最佳演员的资格 这封信封当中是陈甸甸甸的三百位大众观影团的大票 还有124位 240票 240票 大于等于 都可以晋级 获得第五个角逐的资格 王处然在三百位大众观影团中获得的票数是 是209票 非常遗憾在三百位大众观影团当中 处然的得票是209票 但我愿意相信 是陆川导演的作品太过精彩了 大家在这不足20分钟的观影时间当中 有的时候真的是忘记了投票 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了 包括曹骏 孙谦 王处然 以及我们陆川导演的心血和努力 先把掌声送给四位 我们也恭喜我们三位演员 杀青快乐 我们先听听导演有什么想对你们说的好不好 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想 就是我跟这三个孩子说 就是我觉得他们很棒 因为其实他们代表了很多 现在就是聚光灯还没有照到身上的那些演员 他们很有才华 然后需要被导演发现 然后被机遇发现 然后给他们一点光 他们就会绽放 其实我们想用这个片子 让观众看到这一点 他们因为演员也需要养成 他是需要一个慢慢养成的一个过程 是有很多有天分的演员 是一下子会绽放的 但是很多演员 包括像秦浩 就是我们俩曾经在一起 相识都快二十年了 对 就是看到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那么就这部片子 如果大家真的能看到 楚然 看到孙谦 在一个平凡的角色中间的那种大范 那种大演员的气质 看到孙谦的这种惊人的变化 和他的天分 看到楚然 除了美丽之外 他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 然后能够看到曹俊 一直被大家第一次的曹俊 能够有那么淡定的演出 那么自信的演出 而且能那么深情的演出 我觉得其实每个演员 都是应该值得我们去珍视的 所以呢就是 昨天我晚上给他们发一个微信 我说你们已经赢了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呢我没有一张卡能给你们 但是我这个拍戏有点慢 因为我就有点不着急 但是呢我觉得以后我会拍快一点 为你们也会拍快一点 谢谢 谢谢有爱的陆川导演 我们接下来听听三位演员 有什么想说的 曹俊 好的 然后就是今天能够回到 演员请就位 这个舞台上 真的非常开心 然后我觉得首先是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厚爱 才能够让我回到这个舞台 然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鼓励和希望 然后也非常谢谢陆川导演 给我的指导 还有尔东升导演 大鹏导演 赵薇导演 陈凯克导演 郭敬明导演 大家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反正我觉得我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 然后我会继续地努力往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 谢谢 加油 曹俊 富然 就是从8月21号到现在 然后我演了很多 其实跟我反差比较大的 然后也 就很多人说我只想演漂亮的 我是很喜欢美的角色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演 然后 就也很想尝试别的各种 然后非常感谢陆川导演 真的 这次给我们帮助很大 因为我有时候会跳开这个角色 就是还是会偏那个 稚嫩一点吧 就是 因为我在戏里面要演千千的姐姐 所以这个年龄感 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都有突破自己 然后 谢谢 小四导演 谢谢凯克导演 谢谢 儿导 从刚开始 对我的批评和指正 然后到现在 也算是肯定我了吧 我就当肯定我了 你还恨我吗 儿导怎么在舞台上问这么多人 你还恨我吗 然后谢谢 威姐 然后指导我们的小时代 然后谢谢大鹏导演 然后 谢谢我的队友们 谢谢楚然 谢谢你把你的美 以及不仅仅是美留在了这个舞台 谢谢你 孙谦 大家好 我是孙谦 然后 我又说淘汰感言了 开始 其实上次我就说了一次了 但这次我想表达就是 我其实从小就是很喜欢溜边 就不喜欢站中间 站大家看着我 然后溜边溜到现在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 就是溜走了又溜回来了 就很感谢大家 然后感谢喜欢我给我投票的人 感谢这么厉害的导演们 然后感谢陆川导演给我这机会 其实演这个最大的感受也是 戏上戏下都是人生嘛 然后我以后也会认真对待我每一段人生 每一个角色 我是演员孙健 游戏即人 游人即人生 有了不同的感悟 我们也会把你的思考带进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当中 谢谢你来过 谢谢我们三位好演员 谢谢我们的好导演 陆川导演 谢谢 杀青快乐 请到台下继续观礼 加油 至此我们的黑马剧本作品已经首映完成 现在我宣布 演员请就位二 最受观众认可演员榜 第二阶段 正式结榜 究竟谁能够获得我们最受观众喜爱演员的称号 谁又能获得我们的票数的加权 之后我们将一一地揭晓 有资格角逐我们年度最佳演员的终极后线演员 已经全部诞生 接下来我将再次向大家重申一下 我们演员请就位二 年度最佳演员的产生规则 获得角逐演员请就位二 年度最佳资格的演员们 首先要接受三百位 现场大众影评团的投票 产生基础票数 而根据我们今晚 最受观众认可演员榜 第二阶段的最终排名 再获得